好 我们刚才说到了 有很多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取消 而且要加大放权的力度 在很多的行业中间 要建立一个叫负面清单制度 鼓励而且是要破除民间投资 进入很多行业的这样一个限制和壁垒 你看这个涵盖面也挺广的 包括电力电信 包括公用市政公用 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您想怎么解读这条消息 首先来说因为我们也看到 今年其实投资方面 民间投资还是有回落的一个趋势 也就是说这个对于其实经济的损害 或者经济我们发展的一个 从长远来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说民间的民营的一些投资 那么从以往来投资 你前面说的比如说电力 这种公共事业 其实是一直是我们说央企或者是地方政府或者是国企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项目 但是从现在来看如果是像负面清单这样的一个就是实施 因为应该说上海是一个市点负面清单应该实施的一个就是市场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一些民营资本介入到这些以前应该说是垄断的行业以后 它的效率是提升的 它的一个就是多种股权的一个就是结合 也是可能带来的效果也是会上明显的 所以我认为如果是负面清单 这个实施向全国就是铺开 另外来说这个我们说一些隐形的壁垒 也就是说我们以前说的就是可能在对待国企和央企对待国企央企和民间投资民营之间的区别这条隐形的这条壁垒能打破的话 这个才是市场效率的一个提升 其实我们最终的经济的一个发展到现在不是纯粹的投资了 更多的是一个效率资源的一个配置 其实资本市场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如果能把旧的包括现在前面谈到的钢铁行业 我们去产能把一些旧的一些产能去掉以后才能让一些新兴的产业能够这样转换成功 所以目前来看我觉得这个是今年可能现在还是一个正统期 包括我们说供给改革要解决的问题是很多 那么要新进入的也要打破很多壁垒 所以这个今年肯定是要看这个实施的效果 这个如果从管理层高层是有决心的话 那么这样经过一年或者是两年的正统以后 这个市场才能经济的总体的我们的经济运行 才会进入一个平稳的回升期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